大家好,19点20分了,我们接着聊这个卢广义的40年逃亡啊 胜利逃亡了24小时,卢广义又回到了监狱 三次成功的逃亡,让卢广义在狱中声名大振 虽然他年纪很小,但却获得了几乎所有犯人的高度尊敬 管教和预警对他严密监督,唯恐他再次出逃 天知道他会从什么地方,用什么方式逃之夭夭 卢广义没有放弃逃亡的念头 到北京去申冤,北京有皇帝哈,青天大老爷啊 还自己一个清白的念头,支撑着他 在众多的狱友中,他找到了两个可以信赖的人 姑且称之为犯人甲和犯人尾巴 这俩人也是上次越狱时,帮他配合报数,瞒过预警的人 卢广义发现,整个监狱加强了防范 但是唯独有一个地方,却具备逃亡的所有要素 那就是管教们使用的厕所 这个厕所位于监狱的一羽,就监狱的一个角上啊 一个偏僻的地儿,在他后边就是高墙 因为管教和预警来来往往 几乎没有犯人敢没事到这里来转悠 监狱对这里的防范也更严密 只有逃凤坑时才有所松懈 因为毛屎坑的陈年的屎尿啊 一经搅动,太他妈臭了 管教预警都躲得远远的 在厕所后面还有一道内墙 位于厕所和监狱的高墙之间 这样假如要从此处越狱 就必须快速的越过两道墙才可能成功 卢广义发现外出劳动的犯人 在秋天会受命啊 命令他们收集一种当地山上 生长的藤条 藤条大约两三米长 对,原来我们那个安定门外 青天湖公园那个甲山上 山顶上有个亭子 然后就在那个东侧挨着低而炮兵 那个设计院的那个山坡上 就长着很多藤条 那藤条很结实 也很长 两三米差不多啊 藤条呢 大约两三米长 大拇指粗细 犯人把他带回监狱 就一捆捆的堆在管教们使用的厕所旁边的墙上 这是管教们的副业之一 藤条可以拿去出售 换一些零钱 供管教们喝酒吃肉 卢广义觉得可以利用这些一捆捆的藤条 因为若是把十数根的藤条绑在一起 就可以当成梯子用 聪明哈 秋天来了 到了藤条收获的季节 三人越狱小组积极行动起来 他们主动表现脏活累活抢着干 赢得了管教们的信任 被指定去逃厕所 这个厕所还有个得天独厚的条件 在厕所内的蹲坑下 烙粪池只有三分之一 而外面却有三分之二 只要能从厕所内烙粪池钻出去 掀开外面的石板 就不仅活动空间大 还能利用石板固定藤条梯子 于是在管教勒令他们逃大粪时 三人越狱小组行动了 他们趁管教嫌臭躲远的机会 把两三捆藤条一根一根的 从厕所的粪坑里 传递到后面的烙粪池 然后三人跳进粪坑 憋气游了过去 哎呦那粪坑啊 从大粪坑里游过去 还得憋着气 这中间一人曾发生意外 幸亏拉着藤条 在伙伴的帮助下 钻过了粪坑 避免了被憋死 真是啊 不容易不容易 哎呀 他们到了厕所 后面烙粪池 三点水啊 烙灾 红烙灾 那个烙粪池 迅速将藤条重新组合 捆绑成一根 长约五米 大约三十厘米粗的圆柱体 这就是带用梯子 就当梯子用啊 三人攀着藤柱啊 长五米 大约三十厘米粗啊 爬上监狱的高墙 然后跳了下去 自由自由 在获得自由没有多久 三人越狱小组就地解散 因为人多目标大 分散逃跑 成功的概率会大很多 卢广义有丰富的逃跑经验 他告诉其余两人 在风声没有平定之前 先躲起来 能躲多久 躲多久 卢广义躲进了深山老林 他数次与搜捕队 擦肩而过 最终有惊无险 任何可以冲击的东西 都可以救他的命 一个月的时间内 他经历了搜捕 发高烧 腹泻 持续的饥饿 整个人都脱形了 本来就瘦的他 成了一把骨头的鬼魂 然而 他蛰伏在山洞与密林中 绝不出来 他知道 出来就意味着重回牢笼 到处 都贴着通缉 他们三人的告示 画影图形 过去 可当卢广义 终于走到街头时 他和告示上的 那个通缉犯卢广义 判若两人 谁也不会把眼前 这个累弱的男孩 和一个罪犯联系起来 他获得了彻底的自由 卢广义开始慢慢行走 离开监狱的势力范围 他拥有简单的谋生技能 可以帮别人推车 打个零工 有时还乞讨 遇到他的人 都觉得 他是一个可怜的孩子 愿意为他提供微薄的帮助 他走啊走啊 发现这里离山西很近 于是他渡过了黄河 打算到五台山 出家当和尚 一路走着 卢广义身上积攒了几个小钱 以备不时之需 他边打工 边向五台山前进 在一个镇上 他遇到了一条皮包骨头的狗 皮包骨头的狗 那狗磊弱不堪 眼神恐慌 活脱脱 一条丧家犬 不知为何 卢广义觉得 这条狗就是自己 自己就是这条狗 这狗被拴在一棵树上叫卖 几个人围着在商议 虽然嫌狗瘦 不过杀了 还是能吃顿狗肉 他们打算买下来杀了 当喝酒菜 卢广义上前 向主人买下了这条狗 然后牵着他 走到镇子外面 解开他脖镜上的绳索 卢广义说 走吧 你自由了 去你想去的地方吧 说完 他转身走了 走了一会儿 听到身后 有呼吱呼吱喘气的声音 对我们家这狗 也是呼吱呼吱喘气啊 卢广义回头 狗子在后面跟着他 从此 他和这条狗形影不离 一人一狗 来到了佛教圣地五台山 不是谁想当和尚 都能当和尚的 出家 也要经过政府 有关部门办手续 卢广义不敢和政府打交道 可是 没有政府的允许 寺庙不敢收他当和尚 你看 过去那寺庙 犯了事了 不有的人就躲到庙宇里去 对吧 这个1949以后 这都不行了 嗯 所以尽管武台山 卢广书 卢广义也不搭理他 反正是个疯子 说啥 他也不会懂 月光 绝节 万类俱寂 卢广义睡不着 坐起身 左思右想 悲从心来 他不由的对着狗子 对着他那条狗 诉说自己的悲惨遭遇 从无端蒙冤 讲起 越说越悲 不禁苍然泪下 谁知 那个疯女人坐起来说话了 口齿清楚 条理明白 一点不像疯子 原来这疯女人 是陕西富平县人 家里原来是地主 土改 被翻身农民 抢走了土地 爹也被打死了 当然那个所谓翻身农民 是有人指使的 不然的话 他们不会这么做啊 爹也被打死了 那时候他还小 不懂事 与寡妇娘相依为命 光阴荏染 十来年过去 他长成大姑娘 又被贫固农出身的 村书记看上 要娶他 给自己的傻儿子当媳妇 他娘不愿意 知书放话出来 要抢人 他万般无奈 逃离家乡 在五台山一带 装疯卖傻 乞讨为生 疯女人 对卢广义说 你要是还想活下去 要么装疯卖傻 扮疯子 扮装成疯子 要么去政府自首 只有这两条道 装疯 卢广义绝对不干 自首 那更是万万不能 同是天涯沦落人 卢广义对疯女人 顿时有了好感 可是天涯 他乡 都自身难保 又能怎么样呢 天明 登前程 独语孤女别 天刚蒙蒙亮 卢广义带着狗子 离开五台山 决意回陕西 到了长途汽车站 他才突然发现 他不可能带一条狗 上长途车 况且此去凶险 重重 他也无力养活一条狗 卢广义把狗子 带到一家饭铺门口 自己进去 给狗子买了一些熟肉 趁狗子开心吃肉时 他悄悄的溜走 跑到长途车站 上了车 长途车 在下山的路上 蜿蜒行驶 也不知 过了多久 卢广义听到后面座位 有人喊 咦 外球了 这狗跟了半天 咋还跟着嘞 卢广义回头看 尘土飞扬的路上 狗子一边叫 一边费力的追赶长途车 他一次一次的摔倒 又一次一次的爬起来 穷追不舍 那一刻 卢广义的眼泪 夺眶而出 他觉得自己活得真不像个人 不仅对不起父母 姐姐 甚至对不起一条狗 他有了 跳下车的冲动 可是 强忍住了 因为他知道 带着狗 他没法去北京申冤 申冤 是这制度造成的冤屈 你到了北京也给你解决不了 很多中国人到现在 无数的中国人还不明白 上访就是个无用功 是吧 要不然你放下 是吧 重新开始人生 新的人生 换个活法 要不然 是吧 你用你的方式来解决 所谓青天大老爷 皇帝 根本就是 这些就是造成你 所谓冤屈的根源 卢广义呢 回到了陕西 回到了陕西 他甚至去了 那个疯女人的家乡 复平县 告诉了他 找到了他 告诉自己的村子 就那女的给他一个地址啊 也找到了他的母亲 他对老太太说 你闺女还活着 我在五台山见过她 说完她就跑了 留下老太太一个人 在门口嚎啕大哭 这段时间 卢广义很消沉 他到处打零工混日子 琢磨着 怎么去北京告状申冤 他也回过西安 到过咸阳 但不敢与家人联系 因为他知道 这个警察 一定在监视着自己的家人 他绝对不能自投罗网 日子飞快的 过了两年 卢广义 靠打零工省吃俭用 攒了一些钱 他开始向北京进发 买张票坐火车直接去 那是不可能的 之前这样的教训 已经有了很多次 于是他采取短途接力的办法 一段一段 由西向东 再向北 坐长途车 搭便车 步行 坐马车 总之 碰见什么 就做什么 辗转半年 终于来到了京城 谢谢 谢谢